您現在收看的是 忙碌的商務人士生活頻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 4月3號 多肉玩很大 蠻樣 肉棚開棚 我帶回來的家肉 很開心喔 而且我應該算是撿肉 撿肉 為什麼有一些美肉 就是肉有 可能就是留下來讓我 最後去入手吧 非常感謝你們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 就進來瞧瞧 我到底買了哪一些 新品種的肉 那我們先從這顆大顆的 厭日三房就好了 很漂亮喔 很豐盤 它換個盆 就是一個非常美的 法師老雙 你看它的梗好粗喔 超值優惠 為什麼大家 在現場沒有把它帶走 還是要記得喔 而且非常的 超值喔 煙日閃 好 那我們先從這三顆 我的習慣是只要我喜歡 我就會蠻多顆 這三顆是同品種 它是黑玫瑰 很漂亮 它是低調奢華的 紫銅金 很美 很漂亮 而且還帶著青 青紅紫 低調奢華對不對 很漂亮喔 我竟然買到了 我竟然買到了三本 好 看 是不是很美啊 散發著金屬光澤 大家都沒有看到嗎 我又開始自我陶醉 看它那個邊緣框的那個金邊 它的金邊是透明的喔 黑玫瑰 黑玫瑰 好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到 新膠種的美肉 它叫波桂納暗炎 很漂亮 它有著 青橄欖綠的顏色 但是我不知道它幾至美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就希望你可以順利好好的度下 我們再來展美肉眼 跟各位肉眼分享 那你要加油囉 這顆是幻想曲 我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藍絲融的 基因血緣存在 很漂亮 它叫幻想曲 然後看到的這一盆也是新肉 它叫皮亞7 很漂亮 也是有點帶霜的 這幾個頭 兩個頭 昨天我在結帳的時候 伴娘就看了一下 她說 喔 你這次怎麼挑了 不一樣的 很多都是新品肉 我才驚覺 喔 生的喔 看到這個是水之涟漪 它是完全顯色的喔 它是蓮藕霜粉 蓮藕糖霜色 很可口 很可口 檸檬糖霜喔 很漂亮的藕色 然後接下來看到的這顆是布朗玫瑰 兩個頭 我總算有布朗玫瑰的 而且我非常喜歡它裡面從夜行清出來的那種橄欖綠 我現在要買的橄欖石 我還沒有買到 橄欖石它長大的機質狀態也非常的漂亮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可以找到圖片 如果有找到圖片 剪接哥麻煩這邊上一下圖片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那就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橄欖石的美照 然後接下來呢 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很喜歡藍絲龍它的那種葉片的形狀 布丁膠種藍絲龍 它的橙珠非常的美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入手 很漂亮 所以我今天拿到的這一顆 大家都沒有帶走耶 好奇怪耶 它超美的耶 橙珠超漂亮的 布丁膠種藍絲龍 然後這個是 獵戶庫斯 很漂亮的蓮花作型 而且它的葉片是上陽的喔 很漂亮 它若是說它的初始狀態的景況在 有點像蜜桃 水蜜桃 但是其實它們的葉片是不同的 水蜜桃的葉片厚度比較厚實 但是都一樣呢 我不知道它出狀態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一起期待吧 好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高檔圖肉 這個叫 雞窩流 很漂亮對不對 所以 它是從那種清淡籃子 然後 框框是包經典的 很美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人 買到 它很漂亮 這個到時候我養大之後 再帶我去多解 它叫 雞窩流 雞窩流 再來這個就是菲歐納囉 菲歐納真的是雞窩肉 高檔圖肉雞窩肉 雞窩肉 雞窩神壇的高檔圖肉 好接下來這個是雪兔 有三個頭的 上面有兩個小盞 雪兔很漂亮 剛開始我還以為它是美米漢版 所以它是雪兔 很漂亮 反正呢 我養大之後呢 我也會帶回去這位置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我要鄭重這艘 鴨軸肉 多肉玩很大 返洋肉棚 何謂 簡肉 簡肉 簡美肉 然後這顆 晨熙之俠 市面上非常的少 它很漂亮 它是晨熙跟晚霞的叫做 你們都沒有看到嗎 而且它兩個頭 它超漂亮的 我一定會很用心的 把你養大 它叫晨熙之舞 很漂亮 晨熙之俠 而且價格也非常的漂亮 好 那 接下來是要哪一顆呢 接下來這顆登場的肉 加粒是 奇異恩典 我總算入手了 我之前一直在找 奇異恩典也都沒有找到 那 4月3號 在板娘 多肉玩很大落空 讓我 剪肉 剪到了美肉 感謝各位肉友的 成浪 奇異恩典 而且 它是一顆非常漂亮的肉 它也是 矮背短 然後帶粉霜的 美肉 接下來呢 我還缺的是 達文新密碼 接下來我還要 努力再 帶回達文新密碼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欣賞一下 我們家的美肉 拍拍站 讓大家再 仔細的欣賞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在這裡告一段落囉 那如果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感謝 感謝各位大家的支持 各位朋友 掰掰 5 2 11 9 1 07